这个女孩打算和男友私奔 秀珍化着浓艳的妆容 掩盖了她原本清纯的气质 伴随着火车进站的提示声 秀珍没有等到男友 她含着眼泪离开了 秀珍来到便利店买一罐可乐 离开时却忘记带走 她只好返回去寻找 却迎面撞上一个醉醺醺的男人 秀珍以为对方拿了她的可乐 两人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秀珍这才意识到她误会了男人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妹妹嘲讽她被男友抛弃了 严厉的父亲一言不发 家里的气氛很沉闷 秀珍来到服装公司上班 同事们背地里对她议论纷纷 更有甚者直接对她出言挑衅 秀珍打算剪短头发 和过往的一切全部告别 时光如白句过戏 爸爸也原谅了秀珍曾经犯下的错 秀珍和爸爸一起来到建筑工地 秀珍是工地上的工头 秀珍爸爸看到她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对这个年轻人很欣赏 秀珍的工作经验很丰富 她一眼就看到工地上存在的问题 秀珍再次遇到这个男人 不由地对她产生了好奇 秀珍的同事遇到棘手的问题 原本安排好的装修计划无法完成 秀珍打电话请爸爸帮忙 再次看到秀珍 秀珍感到有些尴尬 她悄悄地躲在一边 看着男人雄壮的模样 不由地感到有些心动 漂亮的女孩在路边等车 名贵的包包却被人抢走了 守候在一旁的秀珍早有预料 当场狠狠教训了这个男人 秀珍细心帮秀珍捡起包里的东西 还帮她修好了坏掉的背带 秀珍开车把秀珍送回家 这对于坐惯了豪车的女孩来说 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秀珍对秀珍感到更加好奇了 她精心打扮了一番 想要再次见到秀珍 却得知她今天在工地上 于是秀珍来到工地上寻找她 却由于害羞落荒而逃了 她带着一帮姐妹找到秀珍 男人心里也一直记着她 两个人就这样坐在了一起 眼神交汇之间是难以言说的情谊 他们开启了甜蜜的恋爱时光 秀珍以改平日里邋遢的样子 秀珍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秀珍带她来到了秘密基地 秀珍对男孩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爱情的滋养下 她的事业也一帆风顺 秀珍谈起曾经的往事 秀珍指责她伤害了无辜的人 她含泪说起内心的愧疚 秀珍希望她能忘掉这件事 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 秀珍为秀珍亲手做了一件衣服 她欣赏着风度翩翩的男人 满心抑制不住的爱意 他们日复一日地陪伴彼此 爸爸看出秀珍的异常 她却不敢承认秀珍的身份 爸爸坚持让她带男友回家 秀珍得知秀珍想要和她结婚 她一如既往逃避着这个问题 秀珍心里很清楚 她和秀珍的身份天差地别 一个是公主 一个是乞丐 秀珍瞒着秀珍把家人请来 爸爸看到她的瞬间呆住了 令人窒息地尴尬弥漫在餐厅中 秀珍找借口先行离开 她知道这段感情注定是悲剧 你? 有吗? 现在去不去 不去 不去不去 不去不去 蜘蛛打算放弃他们的感情 此时却得知秀珍在大雨中昏倒 爸爸看到秀珍对女儿的深情 也感受到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意 秀珍穿着洁白的婚纱 一步步走向她深爱的男人 婚后的生活有许多小插曲 娇生怪养的女孩不会做家务 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 蜘蛛的生活依旧照常过着 秀珍爸爸为她介绍人脉 秀珍和她谈起设计理念 蜘蛛讲述了对她的爱意 秀珍爸爸的内心也接受了女婿 她真诚赞美蜘蛛的才华 这让蜘蛛感受到自信和爱 她的设计理念得到投资方的认可 蜘蛛的第一个设计作品提上了日程 秀珍最近的记忆开始衰退 回到家时发现了一个惊喜 蜘蛛把家里重新装修了 年轻漂亮的女孩当中失禁了 丈夫见状连忙偷下衬衫为她擦干净 秀珍只有27岁 却得了老年痴呆症 她的生活会无法自理 直至忘掉所有的一切 秀珍很珍惜和蜘蛛生活的每一秒 最后的时光 她只想好好照顾爱人 蜘蛛看到秀珍准备的便当 意识到妻子近日的异常 来到医院询问医生时 得知秀珍患了阿尔兹海默失症 她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蜘蛛不愿放弃深爱的女孩 直至深夜 她终于找到秀珍 秀珍不想辜负蜘蛛的深情 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蜘蛛却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两人拥抱在一起同哭 蜘蛛在家里写满了便利贴 秀珍也在努力记住他们的一切 即使他们认为一切都在变好 可是毕莫还是无情摧毁了她的理智 双方家人都得知了此事 蜘蛛不愿意放弃深爱的女孩 她发誓要好好照顾秀珍 可关上门 蜘蛛却痛苦出身 秀珍已经完全忘记她了 蜘蛛感受不到她的爱 她变得痛苦万分 秀珍看着过去的照片 想到和蜘蛛发生过的一切 不由地捂住脸失声痛哭 蜘蛛回到家时 发现秀珍已经离开了 秀珍一遍遍诉说着爱意 她将所有的回忆带走 并留下了一封离婚协议书 希望她能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蜘蛛没有放弃寻找爱人 她整日思念着秀珍 曾经的甜蜜回忆烟消云散 蜘蛛踏上了寻找秀珍的路 她一如初见时美丽 也如初见时一样陌生 他们回到初遇时的便利店 那罐熟悉的可乐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出现在这里 或许记忆会消失 但是爱将永存 也许记忆会消失